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床前不妨试试 两手搓热 干洗脸数次 然后每次按摩太阳穴 后脑勺 脖子 反复20次 这样做一定会让你精神饱满 二 懒得出门吃饭 无论是下班聚餐还是家庭聚会 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在外面吃饭了 偶尔几次没有问题 可如果过于平凡可不好 外面的饭菜虽然美味可厚 但是高油盐 口味重 加入了许多添加剂 特别是新闻屡屡爆出 餐饮行业的卫生问题 更是让人堪忧 因此长时间在外吃饭 对身体并没有好处 最好是自己在家做饭 卫生又营养 经济又划算 对胃也有好处 三 合理发怒 如果一个人不敢发怒 过于克制自己 压抑自己 种种情欲预解在内 不能有效表达 时间久了 很有可能会造成心理疾病 压抑已久的怒火 会对自身进行攻击 长久以往 身体会慢慢用不易察觉的病痛 来消化这些情绪 最终会导致一些疾病 只要不是过于激动 合理的愤怒 对人的身体健康 是有好处的 不过 大家可不要把这种 当成随意发怒的借口哟 四 不叠被子 大多数人 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都是习惯性的叠被子 把被子 整整齐齐地叠好 放在床上 这也被大多数人 认为是日常生活中 一种不可或缺的好习惯 认为 不爱叠被子 就是偷懒的行为 其实不然 不叠被子也有好坏 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研究表明 尘满在干燥暴露的环境下 很难生存 但是睡了一觉过后 被子里很有可能 留有汗液和湿气 叠起来的话 就相当于 给尘满制造了生存的环境 是不是找到一个 偷懒的理由了 所以 起床以后 不要望着叠被子 可以把被子反过来 平铺在床上 里面的潮湿气体 很快就会干燥 满虫就会远离我们了 五 躺在床上 懒洋洋 一般都说 站有站向 坐有坐下 懒洋洋的躺在床上 简直不像样子 而有的人 就算躺在床上 还要翘腿 双脚还钉在枕头上面 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 但是这样做 可以防止静脉曲张 平时上班久了 很容易出现 腿部浮肿的情况 可以平躺在床上 慢慢地抬高双腿 这样做 能够放松腿部肌肉 消除水肿 容易水肿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 六 偷点小懒 学习 工作专注 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但是 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 会让精神紧绷 有时候 偷点小懒 可以缓解压力 对身体 有很大的好处 有的上班族 工作太忙 吃完午饭 就急着去赶工作 研究表明 中午小气片刻 比打网球 更有助于长寿 所以 尽量抽空 迷一小会儿 这样 不仅可以放松 还能提高 工作效率 抽几分钟的空 发发呆 也是好的 让大脑放松一会儿 做做白日梦 也比长时间 精神紧绷 要强得多 七 懒得吃苦 常言道 吃苦好 但是吃那些 变质发苦的食物 可不好哟 受霉菌污染的食物 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 常会发霉变质 产生黄去霉菌 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的 癌症研究机构 划定为 一类致癌物 在自然界 所有物质中 毒性 名列第一 黄去霉菌 最喜欢在果仁 和含油的种子内生长 尤其在 花生等坚果中多见 家里发霉的花生 和瓜子 一定要及时地丢掉呀 以免物食 对人体造成危害 八 吃饭速度 慢悠悠 现代生活的节奏快 学生 忙学习 上班族 忙工作 很多人都忙到 没有多少时间 去好好吃饭 一晚 都是狼吞虎咽 随便地敷衍一下 但是 长此下去 对肠胃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到时候 花费在治疗肠胃上的 金钱和时间更多 得不偿失 所以 即使再忙 吃饭 也要慢慢吃 这样 才能有利于 身体的消化 吸收 更有利于 身体的健康 吃饭细嚼慢咽 可是有不少好处的 一 有助于减肥 吃饭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一般吃的食物 也比较多 身体一时间 难以消化 容易堆积脂肪 进而造成肥胖 而细胶慢咽 放慢了吃饭的速度 也相应地 减少了进食量 吃进去的食物 也更容易消化吸收 这对减肥 是有很大帮助的 二 可以保护口腔 吃饭慢慢吃 可以保护口腔黏膜 不会因为吃饭速度太快 而容易咬到口腔上的黏膜 这样 还有利于唾液腺的分泌 可以有效防止牙龈炎 以及口腔溃疡等疾病 三 可以起到保护肠胃的作用 吃饭慢慢吃 所摄入的食物 被嚼得更细 更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 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 而且在细嚼时 口腔唾液的分泌量会增加 在进入胃部时 会产生一种膜 这种膜可以起到保护胃的作用 四 预防大脑老化 细细咀嚼食物时 大脑皮层的运动会增加 从而可以有效地预防大脑老化 五 有益于视力的保护 相关科学资料显示 长期吃流食 或是吃饭时很少咀嚼 会导致眼球水晶调节能力下降 视力会减退 而吃饭时细嚼慢咽 会保护视力有益 六 对心脏有益 进食过快会使心跳加快 情绪变得紧张 对心脏不利 反之 吃饭时细嚼慢咽 可以使人的心血变得平稳 心情会比较愉悦 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所以平时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 不要狼吞虎咽哦 九 洗澡时间短 很多人以为 洗澡时间越长越干净 所以往往一洗就是一个小时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 洗的时间长 对身体可没有好处 人的皮肤表层有一层保护膜 过度清洁 会导致皮脂膜变薄 皮肤屏障破坏 引起皮肤干燥 搔痒 可能还会造成大脑缺氧 引发心血管疾病 所以 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内即可 泡澡不要超过20分钟 四个时间点不宜洗澡 一 睡前洗澡 很多人习惯睡前洗澡再睡觉 但其实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会导致入睡时间推迟 引起失眠 原因是人体睡意的出现 往往是体温下降之后产生的 但若是睡前洗了热水澡 会使体温上升 推迟了大脑释放睡眠激素的时间 因此 为了更好地入睡 保证睡眠 建议睡前两小时前洗好澡 二 饭后立即洗澡 饭后立即洗澡会引起体温上升 血液流到了表体 导致消化道血流量减少 从而造成消化液分泌减少 影响食物的消化 三 健身后洗澡 健身之后 由于出汗多 不少人都会选择结束之后冲个澡 但实际上 刚刚运动完是不宜洗澡的 特别是洗热水澡 因为这样 很容易引起心脏和大脑的工学不足 出现头晕 甚至是晕厥的状况 四 酒后洗澡 酒后也是不宜洗澡的 特别是喝多大的人 因为喝酒之后 会因为血糖补充不及时 而出现头晕 全身无力等现象 有的人 还可能会因为血糖过低 而昏迷不醒 十 懒得迹象 生活中 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偶尔和别人发生点小摩擦 也是正常的 但是 有的人好胜心强 一定要分个胜负 和别人一争到底 但这样 不仅会影响到他人心情 还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 所以在人气交往中 大家一定要多多包容 不要斤斤计较 大家不凡慢下来 偷偷小懒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Facebook里面搜索